家庭富裕,却缺乏父母关爱的王子,对男友王贝德依恋深重。 可是,王贝德却无法接受拥有激进疯狂的爱恋。 多次分手未过,王贝德找来一个朋友冒充女朋友,希望能让王子彻底死心。 无论王贝德初衷如何,我们都希望他在尊重自己的同时,也能尊重与王子两年的感情。 即使爱不在,也不应该互相伤害。 王子,除了刚才的那些极端的一些问题之外,客观的评价王子到底是个什么样的女人? 他就没有一点对你的好吗? 他确实有,但是他对我的好有点方式和方法是不对的。 王贝德,我怎么对你不好啊?你告诉我,你说清楚吗?你想让我怎样,你说明白啊? 不是,我求你,行吗?别再纠缠我,行吗? 你让我去工作,我去嘛。 王子,你现在别急着去盯着他,这个对你没有任何好处。 你现在所需要的是进行一系列的心理方面的辅导和咨询,可以用一种他能够适应和喜欢的方式和他相处了。 他就会更喜欢你,就不会离开你了。 你现在,那是你没有改变,等你改变了,他就会喜欢你,他可能会主动的来找你。 你现在拼命的想去抓住他,反而他会被你吓跑。 他很难改变。 是很难,但是我们有专业的老师,有专业的系统来帮助他。 已经造成伤害了,能还能变回原来吗?不可能了。 这个世界上不是说什么都是一成不变的,你们都还那么年轻。 我觉得你可以帮助王子,他有一种轻微的强迫症,就是我越得不到你,我越要得到你。 你越说分手,我越不要分手,我就要得到你。 我现在对他已经没有感受,我已经受够到了。 对,他是以自我为中心,所以你现在顺着他,你别逆着他,你越逆着他,我越要得到你。 可是我不爱他,我不能装爱他呀。 对,我觉得不能装爱他,既然他已经不爱他,他觉得他带来的拯救是。 你是帮他走出这种心理的阴影。 我没有一无为为他帮忙去给他走出。 不然的话他一直纠缠你自己。 没关系,我干嘛要去帮助他。 他需要的是专业的辅导,而不是他爱的人的那种,他会错误地把那种好心当作是爱了。 但是他帮助王子,他不适合扮演这样的角色。 你帮助他就是帮助你自己,你知道吗? 其实他已经帮助他,一个人往你心口上捅了一刀,把刀拔出来。 就算伤口好了,是不是还留下伤疤? 你没有反省过你自己有什么问题呀? 你为什么总在说人家的问题呀? 错误,两个人是相互的,对吧?感情也是相互的。 你从刚开始上的这个台上,你一直在说人家的问题呀。 你自己有什么问题,你知道吗? 也许他现在... 你有没有做的不够好啊,让他误会啊,你有没有啊? 也许我是做的,可能有不够好。 但我每天那么拼命,那么赚钱,就是证明我自己,我想配得上的。 我只想问你一个问题。 但他后来的种种举动呢? 如果他得了绝症,你会管他吗? 你还会说我要跟你分手,我没有义务负责你,我没有责任负责你,你才会这样吗? 如果我真的不爱他,如果你拿绝症来束缚,我顶多是束缚我的人,束缚不了我的心。 不用说了,不用说了。 爱人的最高境界应该是彼此是对方的唯一和一切。 爱人就是彼此要互帮互助。 不是有问题,就是彼此要互帮互助。 我对我给你一人讲。 对我来说。 你很正常。 你的可能性。 慢用,坐在一起。 我可以有一种宁宝带乎你也有一个友谈这样。 我对你更新的。 我可以做一个证明。 我可以在家的这些水平流。 我从家里哪里,有人没什么用? 我可能就是这样。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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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不是要做改變嗎 就從這一刻開始改變 你知道你剛才說 我不要告白了